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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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哇 你看啊 参加名人堂 真是我的荣幸 对 特别感谢邀请我们参加 你都不用我提问了 没关系 几几几 也可以 我现在好紧张真的 你真的正在下稿了 我下稿了 你知道我们现场有个小Peter 你跟现场小Peter打招呼 听说话 小Peter 你好 你好 小Pe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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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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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没话筒 咱就不能再说了 待会儿给他话筒再说 Peter 大Peter 我问你一下 这个回答刚才一样的问题 就是第一 你觉得音符推崇的教育方式 是什么样的教育方式 一句话 学一个外语 需要融入一个环境 才能有足够练习的机会 所以我们是以练习为主 有一个环境帮助你练习 是 一起练习的这样的学习方式 是 OK 大家知道了 那接下来 你认为音符是个什么样的教育机构 它适合定位 它适合什么样的人 到你这儿来读书 因为我知道 我看的介绍 说是什么发源了多少几十年 然后瑞典元起 然后现在全世界最大的 私人教育机构 这个离我们太远了 咱近点 是个什么样的教育机构 我们是以白领学生为主 好的 谢谢 谢谢 我们有请Peter坐下 今天确实会是一场语言的盛宴 同时也会是一个决斗场 是三个不同的教育方法 和教育机构的这种比拼 你们告诉我们 即使同样一句问候 用英语应该怎么样问候 李扬先考哈 你跟上万人的这个学员 在打招呼说 你好 做自我介绍 你会怎么说 嗨 大家今天怎么办 你好 今天怎么办 你好 今天怎么办 皮特 皮特是 如果你先去奥组委 碰见了奥运会的官员 你第一次见 比如说碰见了邓亚萍 你会怎么跟他打招呼 也是第一次问候 你是邓亚萍 你真的是邓亚萍 你真的是邓亚萍 真是一个荣誉 见你 对 对 对 肯定要下一句话 是说 Can I have an autograph 对 那你觉得这样 会不会太过于 表现自己的个性 而应该是很 商务上非常正 正严肃的 会不会这样 严肃吗 邓亚萍不知道她是谁 你觉得第一次见面 还是要给一个非常 对 用一种积极的方式 给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 这个非常重要 先让邓亚萍感觉好 对 先 make her feel good 嗯 才能继续交流 要不然理都不理你 就走了 其实说无论说中文 还是说英语 都一样 在打招呼这件事上 所以我们看到 即使是问好 针对不同的人 要用不同的方法 然后说不同的话 但是原则是要 让他们对你有印象 其实说白了 学语言也是 最重要学文化 而不是学简单的单词 是 是这样吧 对 那我先问问三位老师 我们说一下 有没有快速 学习英语的办法 我们每个人总结一下 Peter 你就得讲相反 就是说 你自己学中文的过程 可能给我们大家 一些帮助 就换过来讲 怎么样学习你们语言吧 其实我们变了一个 互联网上的一个系统 24个小时 365天都可以上网 就互动跟老师们沟通 老师们不是在中国 他们在外国 所以他们通过互联网 叫VOIP 就跟学生沟通 这样一来 学生不缺这个练习的机会 他们天天都可以上网练习 就是天天都可以有孙女说的 这种情境 是 刚才我们总结了 大家讲了很多 学外语的这种小的方式啊 技巧啊 中国人学习英语 常见的一些问题 或者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中国人应该有自信 就是英语不是你的母语 你应该说不好 但是呢 你可以逐渐地通过你的锻炼 去说好 去做错误 去犯错误 皮特 你觉得 我完全同意 需要脸皮很厚 不要怕错误的 其实我记得 我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中国来的同学 他考成分 但是呢 你叫他跟大家的面前说话的话 他就不行 太紧张 太害羞 因为他没有足够信心 而且他没有足够练习的机会 所以我还是回到原来说的 需要有更多练习的机会 而不要怕错误 我们还是希望是全方位的发展 我相信EF训练出来的人 是能够在国际机构 听说读写意五项全能的人 是 学英语和学中文有所不同 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 然后哪句话 你遇到很多这样 我们来北京学习的时候 就我记得这个 我那个学生是到餐厅说 我要睡觉 什么 我要睡觉 到餐厅说我要睡觉 对 我要睡觉 那那个餐厅的老板娘说 你怎么来到这边睡觉 我要吃水饺 对 水饺 但是它的声调是不对的 对 但是英语不一样的 您的意思是 我们学英语更容易 你们学中文更难 比较困难 别看他笑咪咪的 披着个臭子 你干什么 但是英语啊 他有一句话 说得特别到位啊 活到老 学到老 不用就废了 能不能支点招 生活中怎么样有这样的 对 能营造一个 不一定是在一个传统的教室里 对 要就是跟你的兴趣来学习 希望各位老师 你能不能告诉大家 学外语有哪些乐趣 为什么是快乐 对 他为什么快乐 快乐也可以通过学习的过程 得到 怎么做呢 应该以你的兴趣 当你的教学的方式 就是说 如果比方说 你喜欢跳舞的话 你应该找一个 就叫你跳舞的课 但是他们有用英语 来教你跳舞 对 可以叫你来教你 好方法 你可以坚持 这个优势好玩 对 而且你学到你 你自己感兴趣的词 是 因为你本身就是跳舞 你学到跳舞的词 我们的音符里头 有一个就是带学生去旅游 一边旅游 一边练习语言 因为都是一个全英语的环境 所以他们就一边玩 一边就可以学 就投其所好了 他就是太贵 不像在课堂里比较木的 要考 毅力使命感快乐 对 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第一是环境 环境 第二是要有信心 信心 对 第三是要坚持 坚持 对 练习 那第四我觉得我们还没有提到的 但是也是很重要的 是需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 这个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 像我有的时候 我经常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做梦 梦见第二天我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相信很多人都做了这样的梦吧 所以就这个目标太远了 你就没有信心了 对 合适的一个目标 你刚才说那个对 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目标 还是说效果 你刚才说的效果 效果 我们还是 我还想给我们小朋友着急了 我们给他点说话的时间 好 小伙子还背个小书包 好 来 我从哪里 我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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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认你 你叫什么 我叫 Jack 你手里有什么 我不知道 算了 不用回答了 我觉得这个 现在这个小孩 教英语交来教去 没意思在哪里呢 学了五年又怎么样 我却学了 我问学多久 他却八年了 能干嘛 nice to meet you 你还有一个 他们 他们不知道我的名字 就说nice to meet you Hello nice to meet you 应该是 Hello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Peter Nice to meet you Where are you from? From America Oh America is a beautiful country 要不然就是 问完了都不管 没人回答是 没人回答是